由我們的政府廣場 到我們的市議會 到我們的當代藝術館 到我們的二十八和平公園 變裝皇后女王 介紹台北著名景點 連續三年擔任彩虹觀光巴士導覽員 對於同志友善景點 如數家珍 另外還有Pisco吉他手Rachel 也以音樂為主題 分享在台北的生活經驗 尤其對於台北市 願意推廣同志文化 感到驕傲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 到我們這次有合作配合的 友善的店家 因為其實這些店家都是 不是只有今年 也不是只有這五年來 他們其實十幾二十年來 都一直不斷的推廣 以及支持 絕對非常驕傲的事情 說我們台灣 我們台北 我們有一這樣子一個巴士 這樣的活動 可以帶大家看到 哇原來台北市 有這麼多的彩虹的景點 我覺得這是我 去過的很多的 亞洲國家中沒有的 配合十月份 台灣同志大遊行活動 北市觀光傳播局 推出彩虹觀光巴士 系列遊程 分為電影 音樂和文化 三大主題 由15位名人親自為民眾導覽 帶領旅客探索台北市彩虹地景 228和平公園 當代藝術館等重要文化景點 對於這些同志大遊行的活動 我們非常的重視跟支持 那當然一方面 我們希望來到國外的朋友 能夠深入了解我們台北市 能夠讓他們留下一個非常好的印象 除了探索台北美景 市府還在宋山穩創園區 信義威秀徒步區 以及捷運西門站4號出口 設置三處彩虹戶外打卡點 展現愛與多元文化的力量 希望能夠吸引國際遊客到訪 帶動彩虹經濟 記者邱順明台北報導